面對微笑走下求車 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被二度提訓 看起來神奇輕鬆 北檢政辦金華誠案 同一天檢察官以證人身份 傳喚前北市都發局長林周明 低調不法一語 林周明上週才到連政署說明 因為他曾上簽科文哲 並在城會公開提醒 容積放水會出問題 而時任副市長林清榮 十一號也首度被傳喚 謝謝 可必有沒有收到資情嗎 可必有沒有收到資情 林清榮2017年擔任 北市都委會主席 負責督導金華誠業務 不過他多次重申 當初立場和督發局一致 堅持維持容積560 不得增加到672% 除了林清榮以外 在金華誠案子 還有一個大的一個 一個絆腳石 對柯文哲來講的絆腳石 叫做林周明 所以他們兩個 一個在第一屆未滿就離職了 說好聽一點就是回到教職 說難聽一點就是 柯文哲叫他滾蛋 而不只林周明和林清榮 時任北市副秘書長李德權 也被傳喚 據了解是因為他曾在公文 提醒柯文哲要注意 金華誠容積率 釋法性問題 前市長可以證明說 柯文哲到底製造 金華誠變更的事 如果他可以證明這方向 那就可以鞏固說 不利罪的問題 要鞏固柯文哲 主觀犯譯 作為起訴基礎 北檢 逐一傳喚 金華誠案中等 關鍵證人 TVBS新聞 無窟證人 台北通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